聖誕快樂 香港調酒學校的導師阿慶 特地為這個聖誕設計了兩款咖啡 首先是一杯銀色鮮艷 可有聖誕氣氛的咖啡 最主要的味道都是 一些水果的味道 Watermelon 西瓜味 會重一點 其次還有其他小小的 Cherry 的味道 也會有 還有少許Cherry 的味道 也會有 之後再用奶去做一個奶果 做一個落雪的效果 節日氣氛會重一點 開心一點 歡樂一點 至於另一杯可有凍日感覺的 Cherry 真是由較易入口的 Burban Whisky 加上巧克力和奶調性 用了巧克力 Creamy 的感覺 還有一些 Rom 甜的感覺 設計方面是很個人的 可以用一個人 時間 地點 或者是一些天氣 氣候 或者是一些自己比較 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很生活上的東西 很細微的東西 你感受得到的 你想和人分享的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加進去做一個元素 曾經試過有一次 是有一個女性的熟客 過到來 看見她都苦口苦臉了 已經肯定是不開心的 後來聊天後 我發現原來是很適合失戀的 然後叫我一杯酒 然後做了一杯苦中大甜 一喝第一口 馬上就爆哭了 可能她感覺到自己有多苦 苦味 其實本身那杯酒 我選擇的材料是一些 Ramwood 的類型 本身有少少苦苦澱澱 但是 Aftertaste 出來 是會有甘甜的成分 現在這一刻是苦 但是慢慢適應了 就會填下去 可能她感受到這樣 所以爆哭了